到短短两天时间内 巴以问题有了新的进展 在大家没关注巴以这两天内 以色列这方面表现 又有三桩大事值得关注 第一桩大事是在许多国家的主流媒体指出 质疑说音乐节袭击案 也是可以说直接导致 此次巴以冲突的一大问题 IDF声称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进行了袭击 并且抓走了很多人质 那么现在根据一些国家的主流媒体 放出来的影像视频 能够显示是有直升机 正在对底下的车平民进行扫射 哈马斯明显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 并且还有一些疑似 车辆残骸的视频曝出 车辆残骸顶上有很大的弹孔 一个在顶上说明你不是直射 你得是从天上往下射 另外一个是弹孔的孔径 不是步枪的孔径 那起码得是直升机的机炮 如果只是这些似射而非的影像资料 或许不足以让我们提他一嘴 但这问题是现在这些影像资料试出之后 以色列中国大使丹尼丹农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 表示说以色列的内部安全机构 将会表示将清除跟所有10月7号 他们称其为屠杀的参与者相关的这个人 也就是说只要跟10月7号是相关 那么以色列的内部安全机构 将会保证将这些人消灭 并且用双眼号表示出photojournalist 那些参与了录制这次袭击的记者 也会被加入这个死亡名单 好各位 现在就是问题出现在这里 如果说那些国家放不出来的影像视频 直升机扫射也好 汽车的弹孔也好 是公正来说可以被大家检视和怀疑的 那么以色列官方现在表态说 所有去报道了这些什么图像记者 去记录了当场袭击的记者 都要被放到以色列内部安全机构的死亡名单里 都要消灭 是不是就意味着向全世界的记者提起了人身的威胁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放在全球都是相当罕见的行为 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发言底下 全世界民众的评论 第一个评论就是你想要杀记者 为什么 是以色列希望隐瞒什么事情吗 这个是获赞最多的 然后再底下人的评论是 从来没看到对摄影记者这样直接的威胁 说要取人性命的 如果是其他国家说了这样的话 那么他们肯定已经被称作恐怖分子了 这两个最高赞的评论 那么这件事情是一个大事 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希望 还不是一般的是内部安全机构去做这个事情 那你在外部是不是可以被发言成不择手段 这是一个大事 第二个问题之前各位说的 就是爆炸发生之后的医院 不是院长还说 我们这里有很多呆在保育箱里的孩子 面临着水食品燃料 还有药品麻醉药的缺失 如果再不给我们补充的话 那这些孩子在保育箱里的 没有燃料就没有电 没有电保育箱怎么工作 保育箱不工作 孩子五分钟之内就会失去生命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临界点了 还算是之前联合国还送进去一些燃料 那么现在彻底用光了 所以说在这几天危急关头 伊斯兰阿拉伯国家还开了首脑峰会 虽然说还是缺少大家之前比较高期望的 应该要拿出一些相当切实的东西 但还是达成了一致说 支持联合国的说 希望以色列现在一定要停火 保证人道主义救护等等 这算是一个非常 大家原来大家期望是非常非常高的 埃尔多安啥的 伊朗的领导也去了 跟沙特的领导 你想坐在一起 这之前很久没发生过的事情 最后还是大家的高期望 没有能够成真 但是宣布一样是点名 希望以色列人道主义问题 一定要注意 不要去伤害平民 那么同样表态 还有五常之一的法国 法国在之前的表态是非常暧昧的 其实很早就说 哈巴拉斯他们认为他是恐怖分子 并且袭击说是恐怖袭击的 那么这一下 听说这个直升机的事 又听说沙特 伊朗 这些伊朗 阿拉伯国家全坐在一起 对以色列的问题 连大还进行了这么多的投票 全世界基本上全是认为说 必要的人道主义停火 不是什么暂停 还伴随欧洲各国 可以说史无前例的大抗议 像英国现在面临的 支持巴拉斯坦的抗议 就他们说 英国历史上最大的 可能是一次抗议了 那马克龙也终于发话了 说虽然认为 以色列依然有自卫的权力 这BBC报道的 根据事实来说 看到的就是 平民正在遭受轰炸 以色列的空袭 让孩子 应该说叫婴儿 Ladies 女人 还有老者 都被轰炸 并且被杀害了 这样的袭击 没有任何理由 而且没有任何合法性 我们敦促以色列停止 这是马克龙的原话 点名点了以色列 并且说了 事实上就是 孩子 女人 老人 都在被轰炸 都在被空袭 这没有任何的理由 没有任何的合法性 那么有意思的之前 以色列中原国代表 不是还说了 呼吁联合国民主党 古特雷斯 能够辞职 认为联合国 现在没有合法性 是吧 这个我们调侃说 你以色列建国 就是联合国的决议 没有联合国的决议 你以色列建国 你得于自己否认了自己 那得了 你现在在马克龙说你 你这又没有合法性 是不是回头 法国 你要知道 法国你没有合法性了 满世界 自从以色列否认 联合国的合法性 联合国民主党 说他要辞职开始 否认了自己的合法性 接着否认 所有其他人的合法性 一个一个否过来 是吧 那这个问题呢 就形成了第二个问题 世界各国的领袖 对于今天组织 以色列对平民伤害呢 大家终于是有一个共识 哈马斯不哈马斯 他自卫不自卫的 放一边 现在大家都能认同 以色列对巴勒产平民的伤害 是前所未有了 是大家都觉得 人道主义灾难 都看不过去的 认为这个违反了 基本的公义 那么以色列在干嘛呢 以色列在忙着说啊 联合国的相关机构 是哈马斯 没错 以色列现在 之前说联合国 不就有一分的合法性 现在呢 干脆说联合国的一些机构 组织成员 是哈马斯啊 问题就出在 他们开了一个会嘛 是WHO啊 世界卫生组织 说你打仗 基本上都要伴随着 瘟疫大传播啊 等等 瘟疫传播 你还不是说 哪些国家想拦就能拦的 而且现在呢 很多孩子啊 是吧 你假如这个医院停了店 孩子什么 保育箱 那都是 大家闻所谓闻 就现代社会 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还要挖泼 就直接说了 那个已经要没燃料的医院啊 现在已经有两个早产儿 在保育箱里呢 因为电力被切断 所以说 没有办法 失去了生命 还有36个 BBC说是37个孩子 在保育箱里 生命垂危 那医院院长就说的 只要断电这些早产儿 五分钟失去生命 并且还因为断电呢 在ICU啊 这个Intensive Care Unit 就ICU的简称 ICU的病人 有四个 也失去了生命 那ICU你就 你一分钟都不能停满 那个设备 完了你现在又没有稳定的电 你靠燃料 你是不是还轰炸一下 断掉一会儿 病人已经没了 还不要算 炮击产生了一个火灾 因为没有水去灭火 还要造成很大的影响 医生呢 还被迫要离开 他们的病人 那么这点呢 还不是啊 这个因为 照以色列说法来说的 说医生啊 医护工作者 院长啥的 都是哈马斯控制的 都是哈马斯维生部 所以不可信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是瓦破 来自吴国界医生 吴国界医生呢 现在被迫要抛弃 五个在保育箱里的早产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带着这五个保育箱 一起逃跑 而且路上也没有能源供应 只要一段电 孩子就失去生命 人要转移 只能抛弃了 在这个采访里面大哭 吴国界医生的啊 所以没有用什么 当地医院的院长 省得以色列方面说 你这加沙维生部 哈马斯等等等等 走的时候 确保这五个早产 连着保育箱在工作 并且呢 还有intensive care 就是生命体征监控的 好的 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非常不爽啊 要毛头指向以色列 以色列这两天在干嘛呢 在忙着说联合国啊 是一些机构 其实就是哈马斯啊 没错 记之前说联合国是所谓的 没有一丝合法性也好 质疑所有安理会成员 联大成员 为什么国际社会 不站在我一边 发言一开始就讲啊 自己的这个祖宗 是怎么从奥斯维新集中营 纳粹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紧接着就开始骂哈马斯了 给哈马斯也带上 纳粹的这个名号啊 去听他们发言就知道 现在哈马斯后面 就跟这个纳粹啊 说纳粹呢 就是哈马斯 哈马斯呢 也是纳粹 所以各国呢 假如之前二战的时候 没能够表现出 对犹太人的支持 对大屠杀的 切实的阻止 大屠杀的行为了 现在必须是要还债了啊 有点这个意思 以色列表 昨天在大会上呢 痛骂联合国三大机构啊 和他们现在领导人 分别是WHO 是世卫组织 和著名的这个 世卫总干事 谭德塞还骂了 之前明确谴责以色列 说他们正在对平民 进行故意的杀伤的 联合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 就是有纽约办事处 那个不是辞职了吗 写了封辞职信 说我在这工作四十几年 我们一直没有能够 在巴以问题上 站在人权的角度 做一些实事 就那个大哥嘛 但是他是支持 一国建国的 直直巴勒斯坦建国 以色列怎么建国 他就没说 那一位呢 对以色列造成了 比较大的舆论影响 因为属于联国人权高专的 一个非常高级别的 而且工作时间这么长 有很大的国精强力 所以这回呢 联国人权高专 也跟这边骂了 骂三个联合国机构 说他们得到的所有信息呢 全是假的 全是哈马斯伪造的 所以以色列代表 觉得非常委屈 说几年来 一直跟所有人强调说 他们收到的所有 关于巴勒斯坦的数据 全都是哈马斯造假的 所以你们都被哈马斯蒙蔽了 联国根本靠不住 什么时候联国开会 能够按照我 以色列希望的议程走 以我以色列公布的数据为准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发言 他们是完全担心 为资源的资源 和他们完全担心 为使用医院和 ambulans 作为兵器 当时哈马斯 必须得到完全担心 有另一个身体 残忍 这一体是 的联络 的 业 联合国人 过年 过年 我认识了这个公司 的批评 你们接受 的数据 的迹象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的,像 Dr. Tedros,像 Mr. Lazzarini of UNRWA 像 Mr.Griffith of OCHA 从所有其他其他联合的领域的关系 以及很残忍,从自己的总统主理 他们不影响了事件在楼上 是的,我们需要我们的较务人们来感谢他们的工作 但似乎,他们采放异负败 那些完全拒绝了从事实 在年代, 中文有没有提供的评论 那些可以给我们 一个真实的图片 WHO是他所供应的 与这些所谓的真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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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些信息出现的三个组织和 impartial三个组织的组织? 答案是不 每个组织的信息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在地上这个设计会出现 出现从 Hamas 不从专业联系统员在 Gaza 我会记得到的设计 that Hamas,一个状态的状态 控制每个组织的Gaza 每个组织的健康区域是 Hamas 很多ANRA的工作人员 自身为 Hamas 时间到了 破坏了UN供给予的事 这些设计是被添加的状态 好,大家看我的发言 可能也没见过这种茶 是吧,很正常 那么有几个方面 他发完言,其他国家也可以发言 没有机械跟他的发言产生冲突 但是与会的很多国家 都点名批评了以色列 说以色列必须现在停火 以色列必须为对平民造成的伤害 以色列必须为违反国际法 等等等等 去比之前可能还说 有关国家 地区局势造成影响的国家 等等等等 现在大家都执名道姓 以色列并且的武偿 除了美国之外的武偿 也基本都对他们平民造成的杀伤 是非常鲜明的态度去反对了 那么张梅尔提到这个AMRA 说有101个人 之前我们说还是89人 是吧 今天已经到101个人 在此次冲突中失去生命了 是联国机构有史以来 工作人员上升最多的一次冲突 纽约总部降半期 以色列代表认为 联国这些组织机构 都是被哈马斯渗透了 给的数据 用的数据 甚至哈马斯 所以你既然说这么多人失去生命 那以色列代表说 这人根本就是哈马斯 得了 他之前说了 你不能因为哈马斯躲在平民里 你就不炸了 那这个逻辑套到现在的话 就是你不能因为联国 所以说联国里面有哈马斯 你就不炸了吧 这是一样的 对吧 他这个逻辑就自洽 好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这么多人 三万人的雇员里 他有没有可能混进了哈马斯 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你既然要对平民 无差别打击的话 人家可能并不是哈马斯 但是采取了 被以色列认为是 对自己敌对的行为 也就是单纯的复仇 跟什么宗教 跟哈马斯 伊斯兰抵抗嘛 对吧 他跟伊斯兰没关系 就纯粹为家人复仇的 那你以色列认为 跟你敌对就是哈马斯 他到底是不是哈马斯 他有必要是哈马斯 才去复仇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当然不否定 可能性谁也不能否认 而且公众数是三万人 不可能全都是国外人士吧 事实上99% 全都是当地冲突 发生当地雇的雇员 而且跟难民署啊 等其他联合国机构 不太一样 工程处的 他并不避嫌 也就是正在接受 工程处救济的那些难民 他也可以成为 工程处的工作人员 所以说这里面呢 怀疑论者 伊勃论者也好 确实会提出很多的问题 我们没有证据 我们能说啊 完全就没有 但是呢 可以给大家展示的就是 当以色列正在大骂 联合国机构 说联合国一方面 是没有一丁点的合法性 联合国的这个工程处啊 是哈马斯 但同时呢 哈马斯也指责联合国呢 根本就是跟IDF 以色列国防军 穿一条裤子啊 看一下这个新闻啊 这发在TOI 是以色列自己的媒体上 说哈马斯痛骂工程处 干脆跟以色列穿一条裤子 并且哈马斯认为 工程处和他的官员 和以色列国防军 应该为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负责 好 各位 哈马斯说 联合国工程处和IDF 应该为平民和平民 人道主义灾难负责 以色列的说法是 所有加沙平民遭失的伤害 全都由哈马斯负责啊 就我刚刚放了 那个以色列代表说的片段 前面他讲了一大堆说什么 啊 为什么他们就炸这个 救护车 炸医院 现在已经不掩饰 就是炸了 为什么炸呢 因为发现说 哈马斯也被救了啊 哈马斯也在这个急救车上 医护人员救人的时候 他怎么去区分 谁是哈马斯 谁不是 就死扶伤 这个又是不分的 对不对 所以说一方面呢 这肯定还是 但说法就是违反国际法 但是另一方面呢 也展示了普通加沙民众 如果真的就是 哪边都不是的话 现在面临的一个 里外不是人的情况啊 哈马斯说 以色列国防军负责 啊 联合国应该负责 你们是穿一条固子 以色列说 联合国应该负责 哈马斯应该负责 你用的都是哈马斯给的数据 啊 你这个人干脆都是 指责工程处 干脆都是哈马斯的人 你们都是一伙的嘛 得了啊 什么老百姓 我是不负责的 好 百姓应该谁就负责 就成了一个工地悲剧了 本来一个是最先解决 最优保证的一个问题 现在变成了 各方都不解决啊 各方都不负责 那么这样的悲剧呢 很遗憾还在上演 而且以色列官方呢 指责他人是反右 指责他人是纳粹 指责他人是哈马斯的这个脚步啊 还在进一步扩大 像纽约时报的记者 也被指责是哈马斯了 所以呢 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澄清啊 说我们的记者非常勇敢 纽约时报呢 秉持着公正的啊 这个没有偏译的 对新闻的理解呢 对这个非常复杂的冲突 进行了报道 纽约时报公不公正 咱们写一遍说 但反正他有战地记者在那 他还是比较厉害的 是吧 你有第一手的这个报道 那么有关势力呢 指责纽约时报 是帮哈马斯 纽约时报赶紧发了个澄清 是吧 不存在跟哈马斯有这个问题 没有具体说是哪个国家 进行了指责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截图 是吧 上面是英语 英语很好理解啊 下面是什么语啊 是吧 那你是哪个方向指责的 你也是没有说 但是也很清楚了 好 纽约时报的记者 也被骂是哈马斯 还有呢 董王啊 董王在忙什么 董王在忙着骂拜登是哈马斯啊 没错 反正全世界现在 你反正怎么着吧 现在既然是全世界都说 巴以这个问题啊 摆到台上来 天天吵啊 闹啊 各国的表态 开会什么东西 伊朗沙特 老半天不相见了 现在居然都为了巴以 要坐到一起去讨论这个问题了 艾尔多安之前去打这个联合国警卫的 现在也要去 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 大家都要扯一嘴 那得了 董王现在是不是也要扯一嘴 也要蹭一蹭热作 干脆去骂拜登是支持哈马斯了 是不是就跟我们之前做节目说 南非现在有一些团体啊 居然发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 给人家戴个帽子 说啊 你是哈马斯了 马上一锤子打死这个东西 居然就默认了 那么南非的一些组织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也开始说啊 我们国内目前遇到的一些反对派 所以类似这样在这个星球上 给跟自己干不顺眼的人 戴一个哈马斯的帽子一棍子打死 假如以色列这方面的行为呢 不能得到更实际的调节的话 那么这样单凭扣帽子 就能把人家的合法性 把人家所有做了一切全部都销毁 这种极端化扣帽子风潮呢 将迅速蔓延开来